大家好 我是潛心 大家都叫我住院的人 所以我這次就講住院好了 但是我上次這一個經歷到11天的時間住在高雄農總 然後我這次講的題目就是有三個階段 住院開刀 古改生活 跟聽說讀寫故事人 那以下就是我這個高雄農總大家應該都知道 這是他公開的叫故事人 我先從榮總這個故事來講 因為我是本身學設計的 所以我從他的Logo上面來去做一個 我對榮總醫院的醫療體驗的看法 他們的Logo設計其實一開始我覺得很醜 可是看了這個設計理念之後 我覺得怎麼能把 這是K-S-V-G-H這樣構成 K-S-V-G-H的構成 然後他裡面很有遺憾 就是這個S代表的是神 就是醫療的神奇技術 然後他有一個摩西時代的同居 治療人類的起死回生能力 然後這個拐杖呢 又是倒立的L代表數個 然後就是他們對醫療不偏不疑 對老弱父母都一樣的方式這樣 然後再接下來就是他的VH這個 VGH這樣 這個V代表是聖杯的意思 就是一個聖杯 然後他 製造血氣可以讓人去死回生涯 這是簡單的介紹 然後 醫療這個部分 我現在進入的是我無感的生活 因為我是眼睛受傷 開死眼睛 所以我住在八二病房的時候 就是沒有電視的 然後也沒有一些外界的干擾 然後醫生講的經常休息 護士也講的經常休息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我經歷的是無感 就覺得社會的媒體一些現象 都對我們無不動比眾 然後沒有判斷是沒有被社會污染 可是我有手機 所以我找的這樣圖 有點像是一團彌霧 蒙住我的眼鏡 然後拿這個手機這樣 然後 我透過手機聽古典音樂 讓自己心靈放鬆 然後 我開始跟自己內心對話的過程當中 我就覺得說 欸 我原來 我開始變成應該另一個人 就是不是我自己 好 我在自己的思考 någonting 一開始去發現很多事情 然後再寫下來 所以說呢 這個東西是心經 那時候我很有一個姻緣 就是我住院的時候剛剛有一個佛堂 在我的病房旁邊 那時候要看到的人都很無處徬徨 所以我開始想要進香 我就認識一個世界 然後只給我一本波羅蜜多心經 然後我開始超心經 然後我在超心經的過程當中 我一開始的時候很輕 我超得很快 然後我病房隔壁有來了一個司警 就是一個夫妻他們來做身體健康健康 他就看我在超心經 然後就跟我們點了一句話 說年輕人 你帶佛祝你跟佛有緣 然後我就看了他一下 然後他說你在超心經 我就對 我說你怎麼超那麼療潮 後來我開始慢慢體會他跟我說 然後我就說你應該慢慢下來超 後來我開始慢慢下來超的時候 發現我得到好多東西喔 我開始每一張心經我都超 我就超 我這一次寫我就要寫很瘦的字體 然後我第二次寫我要寫很胖的字體 然後第三次寫我要寫注音的字體 第四次寫我要毛鼻子寫 我就一直在挑戰那五十天心經裡面 不同的詮釋方式 然後開始去理解他字裡面的內容 跟骨感非常接近 因為我在超心經的當下 我已經對外界沒有感到 所以我體會了那一句 然後去照見五韻皆空 度一切苦惡 就是當你沒有感覺的時候 你就不會有那麼痛苦 然後我開始體會這些事情的時候 是我覺得我已經沒有痛苦了 因為我已經我感了 可是我看到別人痛苦 就是我隔壁的病患是 那是大腸癌的一些老人 然後我就覺得說 就是他們看我年輕人就在住院 然後我發現我自己 跟他們有那麼大的差距 因為畢竟如果說 他們是要賣相死亡的人來說話 我應該是還沒有到難度吧 可是他跟我分享 他們的故事的過程當中 我開始發現 為了我們的未來 我們應該要注重他們 然後我開始聆聽他們的故事 然後他們跟我分享很多 很多他們的人生故事 還有他們對生病 還有對醫生病這件事情的看法 他跟我說 病痛啊 是一個無與良失 這是在這個當中 是一種讓自己起自發揮的過程 如果你在病痛的時候 你開始學會去體會一些人生無常的時候 你離開這個苦的時候 你就會得到智慧 然後我開始就跑病房 然後就跟不認識的老人聊天 然後就得到一些他們的生命故事 然後他們鼓勵我說 你這樣的話 你要好好畫一個眼睛啊 你之類 我覺得這樣感覺很好 其實我出院的時候 我覺得我出院的時候 不是離開醫院 我是離開了一個高雄龍種生命學院 可是我覺得那間已經不是醫院了 就是那間龍種已經不是醫院了 就是那間龍種已經不是醫院了 它是一個生命學院 讓我體會了一個學校不會教的課 叫做人生的課 讓我學會了尊重 學會了包容 也學會了感恩這件事情 所以我今天這個PPT 最主要就是 要感恩龍種 然後要感恩那些幫助我獲得 還有那些我聽過的生命鬥事的故事 所以 感謝龍種醫院 你講太快了吧 欸 我很感謝所有龍種醫院的原科護師啊 還有包括志工人員 他們對我的付出 還有他們鼓勵我要勇敢 然後還有師姐佛塔的輔助 然後還有焦點 我覺得焦點也蠻特別的 因為我那時候為什麼會想要來焦點 就是我覺得 我承諾過別人去划 然後我應該要做到 然後 我姐鼓勵我那天不會來 也是因為我姐說 那不然你現在有空啊 你跟醫生請假好 然後我就說欸好 我就請看看 給我們要真的醫生公共准假 然後就立刻從龍種坐車 然後坐捷運 展展到這裡 然後真的很感謝龍種 還有感謝在座各位願意聽我講 這些 這些我的體驗的故事 如果你想跟聽更多故事的話 我接下來在醞釀一本書 我在醞釀這個 我的人生體驗 還有我現在對 我對學習這件事情的看法 所以我想要出一本 關於 教人家怎麼去自我學習的部分 因為我本身 我以為我年大學念完的時候 我學習就結束了你知道嗎 結果我沒想到 後來的網路的興起啊 還有部落 部落格的興起 然後發現 因為他學習已經跳脫了學校 甚至因為都變成學習的場所 甚至現在當下 就變成學習的場所 我就覺得說 如果你願意你有寫 你要學 right now 就是現在 只要你保養你的好奇 跟你的天真 你任何一個人 都是你學習的對象 你可以看一個老人走路 你可以學習 哇 原來什麼叫做慢 你可以看一個年輕人套路 你可以是有什麼叫做臭 然後你就漸漸的覺得說 欸 我們當下就是 任何一個機會都在學習 每個人都是你的一本書 只是你懂不懂去翻閱它而已 所以 大家要不要期待我書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我一直在找機會 然後 這個教練我覺得是一個機會 讓我曝光 搞不好有人看到我這樣 一股思想 就覺得 欸你就是我有興趣喔 我是出版的 所以我來找你喔 這樣 所以 我一直要叮叮叮叮十幾秒這樣 這樣 不過最後還是最感謝的是 我選了這個 護士的這個 這個帽子這樣的設計 就是往路上抓的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欸 真的 真的 沒有生病的人 真的不知道 開關疫苗真的太好了 這樣 可以講得到 謝謝阿